太好了 太好了 杨阳终于找准了自己的风格 终于不油腻了 当初因为在《你是我的人间烟火》中的表现 遭到不少诟病 本来杨阳饰演的宋燕是一个正面形象的消防人 只是由于演技辣眼人设过于奇葩 再加上用力过猛的表演方式 导致自己一瞬间被冠上了游王的称号 并且当中的剧情设置也十分离谱 把灭火器当成两个人play的一环 确实有点过犯了 杨阳的事业因为松燕算是一瞬间的全面崩塌 更要命的是 那个时候的黄景瑜也有同位型的剧播出 同样饰演一个消防员 杨阳就更惨了 相信那个时候应该是杨阳为数不多的人生之暗时刻吧 毕竟网友们的小嘴也是毒毒的 后面的杨阳几乎是短暂的在萤幕上面消失了 但其实杨阳只是在剧组沉浸式拍戏 对于外界的批评她可能全都听进去了 于是打算好好沉淀自己的演技 磨练自己所以便一头扎进了剧组里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跳了 在《凡人修仙传》当中的路透造型中 那个清爽不油腻的杨阳又杀回来了 当初杨阳凭借一部盗墓笔记当中的张启灵意 角色不知道成为了多少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再后来 到《旋风少女》当中的若白师兄 更是凭借一己之力将整个剧的档次拉高 不仅如此 她的形象也确实碾压了同剧组当中不少的男演员 怪不得大家都喜欢若白师兄呢 再后来到《微微一笑很清诚》当中的肖奈大神 是她的巅峰时期 也是爽子的巅峰时期 两个人一起联手僵硬板打的扎都不剩 实力真的不容小觑 还有你是我的荣耀当中的于途 和女明星乔晶晶刻之又隐忍的爱情 简直不要太好刻了 本以为 杨阳的演员之路会这样安安静静 风风光光地走下去 直到宋燕这个角色的出现 让不少粉丝她的率净碎了一地啊 不过还好 杨阳终于去由成功 在最新弯宣的雨淋淋当中又率出了新高度 远远一看 精致的侧颜还以为是剑魔脸 没想到居然是杨阳 不仅让粉丝意外也让粉丝期待 自从凡人修仙传杀青之后 杨阳露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对了 前段时间还有网友遇到杨阳 素颜状态也是顶顶好的 杨阳除此之外 还经常活跃在自己的超话当中 9月9日杨阳生日当天的时候 更是空降超话许下9个愿望 8个都是希望粉丝能够健康快乐 杨阳真的像极了心软的神 还配上了一段游玩的视频 干净的浅蓝色衬衫搭配黑矿眼镜 妥妥的青春难大 视频当中也没有当初比较 娇柔作作的感觉 反而十分自然舒服 团队应该也是汲取了 不少粉丝的意见吧 不管怎么说 愿意改变就是好事情 凡人修仙传也已经杀青一段时间 用不了多久应该就会播出 希望至此的杨阳 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 不一样的杨阳吧 当掌声退潮 我们该如何面对人生的 高光时刻与至暗低谷 娱乐圈发生了一件 颇具话题性的事情 人气有像杨阳在33岁生日当天 社交平台上却显得格外冷清 往年那些热闹的生日祝福 今年似乎集体缺席了 虽然粉丝们依然热情不减 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冷落 还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 有人说 这就是娱乐圈的现实 名利场上的关系 本来就脆弱不堪 也有人说 杨阳近两年作品口碑下滑 人气下跌也是情理之中 这件事也让我想起了生活中那些曾经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们 他们或许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明星 用歌声演技或是舞姿点亮了无数观众的夜晚 他们的每一次出场都能引起山呼海啸般的掌声 或许是商场上叱咤风云的精英 他们凭借智慧和胆识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成为了行业的翘楚 他们的名字就是成功的代名词 又或许是赛场上吕创佳纪的健将 他们用汗水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每一次冲过终点线 都是对荣道的追求和对梦想的坚持 他们都曾经历过掌声雷动 鲜花簇拥的高光时刻 那一刻 他们仿佛站在世界的顶峰 享受着成功的喜悦和众人的赞美 人生如戏 总有起起落落 这些曾在聚光灯下的人们 也难免会面对跌落谷底 无人问津的至暗低谷 当光环吞去 掌声消失 他们可能会遭遇事业的瓶颈 生活的挫折或是健康的困扰 那一刻 他们不再是舞台的中心 不再是焦点所在 而是需要独自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但正是这些经历 塑造了他们更加坚韧不拔的性格 让他们在逆境中学会成长 在挫折中寻找机遇 他们中的许多人 最终都重新站了起来 以更加成熟的心态和更加坚定的步伐 再次走向人生的舞台 再次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这些曾经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们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是高潮还是低谷 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只有经历了风雨的洗礼 才能更加珍惜晴朗的时光 也只有经历了黑暗的摸索 才能更加珍惜光明的到来 他们的经历 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那么 当人生的潮水退去 我们该如何面对曾经的辉煌与当下的落寞 认清现实 接受落差 人生不如一事实之八九 没有人能够永远站在巅峰 就像潮起潮落是大自然的规律一样 人生也充满了起起伏伏 当我们身处高光时刻时 享受成功带来的喜悦固然重要 但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明白这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 而非永恒 同样 当我们跌入低谷时 也不必过度悲观和沮丧 因为低谷并非终点 而是人生新的起点 就像登山一样 只有经历过攀登的艰辛 才能最终领略到山顶的壮丽风光 认清现实 接受落差 是我们在面对人生起伏 时应有的智慧和勇气 保持初心 坚持热爱 无论是身处巅峰还是跌落谷底 我们都要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 不要因为外界的评价而迷失自我 还记得那个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你吗 还记得那个为了梦想拼尽全力的你吗 不要因为一时的失忆 就放弃了曾经的热爱 因为那是支撑你走下去的动力源泉 杨阳在面对质疑和低谷时 选择了用作品说话 她潜心拍戏 不断打磨演技 希望用实力证明自己 这份对表演的热爱和坚持 正是她走出低谷 重回巅峰的关键 不断学习 提升自我 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深处高光时刻 我们不能沾沾自喜 故不自封 而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 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同样 身处低谷时 我们更要抓住机会沉淀自己 反思不足 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为下一次的腾飞做好准备 学习 适应对人生变化的最佳方式 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 更加从容自信 调整心态 积极面对 心态决定一切 面对人生的起伏 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挑战 当我们身处低谷时 不妨把这段经历 看作是人生的一次历练 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磨练意志品质 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不是一味地沉浸在负面情绪中 积极的心态 是战胜困难 走出低谷的力气 不忘感恩 珍惜拥有 无论是身处巅峰 还是身处低谷 我们都要尝怀感恩之心 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 同时 我们也要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无论是亲情 友情还是爱情 都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感恩和珍惜 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加温暖和幸福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 有的人跑得快 有的人跑得慢 但最终都会到达终点 重要的是 我们要享受奔跑的过程 感受沿途的风景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要放弃对梦想的追求 那么 你准备好迎接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了吗 现在我们在其中一段旅程了吗 无论遇到我 你看这里 想一下 还想跟大家吃 我看前来 这一段旅程中 有一个很难受的 艺术 我就 我们带